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Minde 今天我们来试玩一款有趣的小游戏 晚雄不高兴 听起来是个很可爱的名字 开发商是星动网路 就是营运手游的第三方平台 TapTap 的股东 开游戏目前在测试阶段 界面上是有点阳春 以及掉电加发烫的问题非常严重 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待改进 游戏的玩法是典型的Rogelike 中国玩家称为肉鸽游戏 玩家可以操作可爱的兽人 而目前测试阶段只有弓手双辅这两种人物职业 或许二侧三侧可以开放其他角色让玩家使用 我们通过完成每个地图的区域 来随机获得金币、装备或技能等 靠着不同的组合搭配来强化玩家 如果你玩过弓箭传说的话 应该就不陌生了 游戏中还可以携带8种不同类型的小宠物 提供角色数值 可以帮你坦、输出、放技能 整体打击还算可以 毕竟是内测游戏并不强求 但能稳定通关的搭配很知识 也很吃运气 因为只有一条命 骰到关键技能才能提高通关率 否则就只能不断RE了 然后又从头开始 but 到这边 眼前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 这玩法跟某游戏很像 是的 这游戏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致敬一款平台大作 发行于2020年的黑帝斯 这四款评价非常高的游戏 看看这游戏画面跟氛围呈现 真的是好游戏 就是直接、简单、暴力 不用折折掩掩掩靠虚假广告连发 结论 有趣体验 不推不踩 相似的玩法总是很多 目前也尚在测试阶段 还是要看后期的完成品 能不能端出独特的核心了 虽然我怀疑这游戏 可能有机遇第三方的资源下去做改造 例如这中文翻译实在有点诡异 这交互 就不太像是近期正常游戏的用词 还是我玩太少中国的游戏 或者出现英文的情况 是出自红色警戒2的英文台词 可能不知道谁抄来抄去以后 又辗转来到制作商这里 不得不说这类游戏 玩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想说删除前看能否通关一下 把这该死的boss打死后就雷利够了 总之我就是时间评 各位看的开心就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不要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